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TVN电视剧《类之女王》即将迎来尾声 每一集都不断突破自身记录的该剧 上周再度突破20% 让一众演员都感到相当开心 24日TVN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上传了多张演员们的照片 并且写下魁维四年 TVN收视率突破20%纪念 可以看得出电视台的开心 从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除了男女主角金秀贤以及金志愿外 还有弟弟夫妇郭东彦以及李主兵 竟然手上都拿着20的气球对着镜头微笑 而这样的庆祝场面 当然也少不了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反派 影音圣调成勋 不过除了与其他演员一样的气球罩外 调成勋手上的手写板更是吸睛 而板子上写的正是收视率突破20% 大家的喜爱让我感谢到都哭出来了 还有非常抱歉 在感谢观众让收视率飙升的同时 也跟观众们道歉 让网友们都忍君不禁 而朴成勋会道歉也跟最新两集的剧情有关 在最新的内容中 他用精湛演技消化各种恶行恶状 让观众也更加投入在剧中 不过也引起许多观众的抱怨 网友们看了朴成勋的道歉照片 也不禁笑出来 虽然都是因为他演技好 但他一直介入两人中间 看了真的超不爽 全载郡加油 以后演一些善良的角色吧 想一直看到你 最讨厌全载郡了 都是因为演技太好了 抱歉了 比全载郡 条贤阵更讨人厌的就是隐阴盛 没道歉 是不是会被丢鸡蛋了 哈哈哈哈 看到新鲜的双金夫妇照片 好幸福啊 期待这周六的钟应验 不知道会洒什么糖呢 人气韩剧类之女王 即将在本周迎来大结局 虽然剧情被不少网友吐槽 烂酥老梗 但金秀贤与金志愿 却凭实力再次爆红 不少粉丝都大赞 两人靠演技就活了整部剧 剧中白红夫妇化学反应爆棚 缔造了许多名场面 而近日金秀贤与金志愿 也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场面 果然都是在德国 金秀贤选出的场面 是白纤佑在德国 故意激怒红海人的场面 其中反正你都知道了的台词 更是印象最深刻 甚至语调起伏 也是特别琢磨过的 最终白纤佑为了治疗红海人的病 四处奔走 两人也在朝夕相处中感情回温 但随后红海人却得知白纤佑 竟然偷偷写了离婚协议 瞬间行灰一冷 看到海人已经自暴自弃 丧尸求生意志 贤佑开始装渣男 对他恶语相向 故意激怒他 因为无论用什么方法 贤佑都想给海人活下去的动力 尽管之后海人真的化愤怒为动力 向他展开报复 他都甘之如意 为了妻子 甘愿当反面角色的白贤佑的感情 也让观众感动不已 而金志愿选择的印象最深的场面 是在德国拍摄的所有场面 他表示德国拍摄印象最深 新鲜的景观真的很美 在德国的戏份 在全剧中是很重要的部分 包括了白贤佑 洪海人成为夫妻后第一次去的行婚旅行 两人毫不犹豫地表达爱意 一分钟吻十次的甜蜜片段 就曾在网上引发热议 而在之后的剧情中 海人生病为了治疗前去德国 白贤佑也爱相随 不断地制造着属于两人的回忆 给观众带来了难舍难分的疾斗 金志愿表示 海人没有痛苦地与贤佑一起度过幸福时光 也拍摄了很多回忆场面 因此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白红夫妇真的在德国经历了很多决定性的瞬间 特别是第十四集中 先又在海人接受手术后 陷入了意想不到的陷阱 迎来了生离死别 也预示着他们关系将迎来新转折点 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 究竟白红夫妇能否再次相遇 找到幸福 令人好奇 类之女王将与本周末迎来完结 到时候跟小编一起死守本放吧 类之女王即将迎来大结局 太拨后凭借精彩又反转不断的剧情 受到欢迎 有在追类之女王的观众肯定都有发现 剧中几乎各个角色都是恋爱脑 近期韩网也讨论起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6 金志愿 金秀贤进垫底 李主兵第四 而冠军没人不服 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6 白贤佑 金秀贤是 在类之女王中 由金秀贤饰演的白贤佑可以说是对红海人一见倾心 她总是格外在意对方的一举一斗 看着海人笨手笨脚 又穿着一身在她眼中看似破烂的精品骨折的样子 还能激发她行中强烈的保护欲 而白贤佑也因此想照顾这个总让她放不下心的女孩 无论海人是否有着一屁股债 或是有彼此更困难的状态 她都想一辈子保护她 是十足的恋爱脑 然而白贤佑虽然恋爱脑 不过首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她 也依旧是类之女王里的智商担当 总是能为红家处理各种危机 事业心也相当强 能稳又能武 虽然一谈其恋爱就会奋不顾身 但也不会疏忽本业 因此贤佑和其他角色相比恋爱脑程度相对较为轻微 尽未居末尾 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5 红海人金志愿 剧中由金志愿饰演的红海人 对白贤佑的爱相当炽热 两人相识初期 她就会默默跟着贤佑搭乘的公车 只为多看她几眼 交往后也常做出扩手包场游乐园 海生馆 让两人相有独处时光的举动 而海人贵为Queens集团家的千金 也丝毫不计较贤佑的身家背景 不顾家人反对 也要嫁给这名平凡小子 且海人在与贤佑感情破裂后 对她的爱意也丝毫没有削减 即使两人吵架 冷战了 她也依旧天天等候丈夫回家 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4 钱多会李主宾是 类之女王中 由李主宾饰演的钱多会 虽是为了骗尽红家的家财 才会嫁给红秀哲 不过钱多会其实早在孤儿院时期 就一直注意着对方 即使成年后要诱骗红秀哲 也坚持要以本名接近她 盼望对方能认出自己 是当年那位孤儿院少女 而钱多会在成功骗取红家钱财后 却依旧恋恋不舍红秀哲 最终仍回到了红秀哲身边 泛让自己身陷于危机之中 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3 红秀哲郭东妍是 由郭东妍饰演的红秀哲可以说是 类之女王里最具傻尽又纯情的角色了 剧中她遭到妻子千多会骗财骗色 甚至用心照料的宝贝儿子都是老婆和别人的种 她也丝毫没有一生埋怨 只盼望千多会能够回头 不要独留最宝贵的她一人完全是恋爱脑无物 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2 尹英胜朴承勋士 最终由朴承勋当刚饰演的尹英胜 可以说是恋爱脑到很可怕 她小时候因为受到海人一次帮助 便从此深深爱上海人 为了成为有资格站在海人身旁的人 她便展开了十多年的长期计划 终于掠夺了红家的钱财地位 得到名利之后她也认为钱财只是身外之物 一心只想得到海人一人 即使被海人利用她也无所谓 是一个跑下一切也要奋不顾身去爱的超级恋爱脑 类之女王最恋爱脑角色排行TOP1 红满台金甲珠是恋爱脑冠军非爷爷莫属了 类之女王中由金甲珠饰演的会长红满台 绝对是恋爱脑王者 她不仅没有调查好身边相恋20年的同居人某瑟希的底细 小女儿凡滋提醒她 某瑟希是冒用身份的骗图时 她还丝毫不以为意 跟上了女儿一巴掌 之后又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到某瑟希手上 让自己白手起家 努力打拼下的一切 全部都复制一句 只能说爷爷真的是败在自己的顶级恋爱脑 有没有